范例1,绝对值函数的积分 试求定积分 2s-1的绝对值 从-1到3的定积分之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括号1 y等于绝对值as-b的图形呢 像右边这样 它是一个v字形 它的尖点会落在s轴上 它的坐标呢是a分之b 也就是我令as-b等于0的点 括号2 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假设函数ffs大于等于0 则ffs从a到b的定积分呢 所表示的就是 ffs的图形在区间ab与s轴 所谓的区域面积 在之前的内容 我们并没有学过绝对值函数的积分公式 我们学的是多项式函数的积分公式 所以呢 这里要求一个绝对值函数的积分 我们可以考虑从它的图形来着手 我们先试着把它的图形画出来 y等于2s-1绝对值的图形如下 它是一个v字形的图形 它的折点呢 会发生在2s-1等于0的地方 也就是1分之1 而这个题目呢 是要求这个绝对值函数 从-1到3的定积分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图形上 画出s等于-1和s等于3 这两条迁锤线 那么呢 因为这个绝对值函数 它的图形呢 是在s轴的上方 所以呢 从-1到3之间 与s轴所为的区域面积呢 刚好就是它的定积分值 既然这些区域面积 就是它的定积分值 那么呢 我们就分别将区域A 和区域B的面积算出来 相加 就可以得到它的定积分了 接着我们经过计算呢 可以计算出 千锤线s等于-1 跟绝对值的交点呢 为-13 千锤线s等于3 与绝对值函数的交点坐标呢 为35 有了这两个点呢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区域A 和B的面积算出来了 区域A呢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底呢 是3分之3 它的高是3 所以区域A的面积呢 会等于1分之1 乘以3分之3 再乘以3 等于4分之9 而区域B呢 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底是5分之5 它的高为5 所以呢 区域B的面积呢 会等于2分之1 乘以2分之5 再乘以5 它的面积呢 会等于4分之25 因此 2s-1的绝对值 从-1到3的定积分 也就是区域A和B的面积核 会等于4分之9 加上4分之25 等于4分之4 等于4分之4 因此它的定积分会等于2分之17 范例2 范例2 带换积分 4s-1 过号的三次方 从1分之1到1分之2的定积分为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这里要介绍的是代换积分 有时候在求定积分的时候 所积分的函数呢 比较复杂 那么呢 我们会适时的将里面某些部分转换成U 再把它变成一个U的函数来做积分 这样的话呢 也许会比较快的来解决这样的定积分问题 这个题目是要求4s-1过号三次方的定积分 4s-1过号的三次方当然可以展开来 不过呢 展开来的时候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呢 我们试着用代换积分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令U等于4s-1 接着我们把U对s来微分 这里的U对s微分之后 可以得到 ds分之du 而4s-1对s微分之后 可以得到4 我们把这个式子进行一项 可以得到4乘上ds会等于du 因此 ds等于4分之1 du 稍后我们要积分的函数呢 要换成U 而它的上限和下限也要进行做修正 由U等于4s-1 我们把原来积分的s的下限和上限呢 换成U的下限和上限 我们画出一个s和u的表格来辅助 当s等于4分之1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4分之1带入U等于4s-1 可以得到U等于0 接着我们把s等于2分之1带入U等于4s-1 可以得到U等于1 有了这些我们可以开始将这个定积分进行带换了 其中呢 4s-1我们可以换成U 而这里的底s呢 我们可以换成4分之1 比U 而s的范围 从4分之1到2分之1 现在我们换成U的积分 范围是从0到1 经过化简之后 可以写成4分之1 U的三次方的 从0到1的积分 接着我们将4分之1 U的三次方的反导函数求出来 也就是4分之1 常上3加1分之1 U的3加1次方 也就是16分之1 U的四次方 接着我们将上限1带入 减掉下限0带入 可以得到 16分之1 乘以1的四次方 减掉16分之1 乘以0的四次方 因此 它的定积分呢 会等于16分之1